一件蛋糕 A piece of cake 輕而易舉 A piece of cake 留意收聽黃明慧終結梁主持的 一件蛋糕學英語 輕而易舉 Learn English A piece of cake A piece of cake 一件蛋糕學英語又和大家見面 黃明慧你好 Hello 建良 到底你是一件蛋糕還是我是一件蛋糕? 當然你是一件蛋撻 我是一件蛋撻 Jazz 黃明慧就是一件蛋糕的始作用者 因為一件蛋糕如果有聽我們第一課就知道 其實是解作輕而易舉 有了黃明慧 大家學英語就可以輕而易舉 而我們這個一件蛋糕學英語的掌進課程 希望用一些言語、成語、騙語、慣用語 教大家英文 由A開始 A B C D E 但當中由於有些字母 所有的詞彙就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們最後更加精選了 例如一些顏色、身體部分等等相關的說話 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無論如何都到詩了 第一句跟詩有關的慣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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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說蠟燭的故事 其實上一集都說過,蠟燭是以前未發明電燈前的照明工具 原來以前說,幫人拿著蠟燭,通常是那個人的跟班 如果我說你連拿蠟燭的資格都沒有,即是說你連跟班都不如 意思是,軟不如人 嘩,你都踩得很盡,不過只是介紹這個慣用語 雖然他現在看著終結了,和大家說,不過不是說大家,大家切記切記 不如作一個句子,又找Mark出來 這句例句是這樣的 雪到足像棋,馬克遠不及他的弟弟 When it comes to playing chess,Mark can't hold a candle to his younger brother When it comes to playing chess,Mark can't hold a candle to his younger brother Now,When it comes to 整句東西,四個字就是 就是關於,當我們體級,去玩象棋這件事的時候 通常它後面就會跟一個名詞 所以,你看到,鍾醬棋會變成,Playing chess 那個play要有ing就是,頻道 CHESS 不要讀起起起起著起子,不是芝士 是chess 焦棋 Mark 這個哥哥,是遠遠不如他弟弟 我 virus 很多家長說,都很喜歡把哥哥跟弟弟的比較 分га,弟弟就比你讚自比了 哥哥你打真的很棒,你不可以 primeira 你可以進步了 這種比較你有沒有經常聽到的結論 不過有時候很難說 你家裡的家庭成員 有時候不是說你就說他 不是說他就說他 不過中結論就很幸運 沒有哥哥、沒有弟弟 只有姐姐 媽媽通常會說 你好像你姐姐那樣 沒理由打,難道好像女孩子那樣嗎 所以幸免於難 Jazz呢?你又怎樣? 我有哥哥的,幾位 但也很少比較 男生和女生通常認真是少一點的 你又幸運 不用說你好像你妹妹那樣 不要生那麼高 那麼高怎可以 大家可能不知道中結論說什麼 Jazz,黃明慧高過我 你說真的,標準了 其實我家裡最矮的 好了,這句句子就說完了 然後還有很多句 預備送給大家 第二句跟C有關的慣用語 第二句跟C有關的慣用語 chew the f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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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自己在那裡照的 如果你是那些漂亮的 什麼火腩 又或者那些什麼扣肉 又或者乳豬 都可以一試 但有時候的感覺都是一般 那到底是怎樣的? 即是說難吃嗎? 嗯,不是呀,原來有些典故 chew the fat 的意思是解 聊天 閒聊的意思 原來這個fat 不是我們平時普通的肥膏 它是說 在加拿大北部的愛斯基摩人 打魚的時候 有些禽餘的脂肪 它就發現 原來放在嘴裡照 就很好照的 他們就當了香口膠 拿來照 我們叫chewing gum 所以這裡 chew the fat 這句句子 就是他們平時 跟人打牙膠的時候 他們會咬著肥膏 所以這句說話 變成了閒聊 chit chat 這個意思 原來這樣 就真的要明白那個典故 才會知道 所以在這裡再次 多謝王明慧 好,跟著 就作句句子 這老太太 每天早上 都和鄰居們 聚在一起閒聊 the old lady meets with her neighbors to chew the fat every morning the old lady meets with her neighbors to chew the fat every morning 我們很多時候 早上都見到 老人家 神圓運回來 就跟街坊 聊聊天 那這裡 她每一朝 都是這樣做 every morning 所以你見到 這裡的動詞 meet m-e-e-t 它後面加了個s 因為每天都做的 事 我們的時態 就會用現在式 所以 the old lady meets with her neighbors to chew the fat every morning 留意 neighbor 這個字 N-e-i-g-h-b-o-u-r-s 那就是鄰居 有些時候 電腦裡面 它會告訴你 如果把尾 寸做b-o-u-r 是錯的 b-o-r 是對的 我們要留意 電腦的東西 不一定是對的 原來電腦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在用的 office 軟件 你都知道是美國人發明的 美式英語的寸法 和英式英語的寸法 是不一樣的 但是 嗯 但是美國主義 美國的寸法 才是對的 所以在很多時候 文件裡面 它會告訴你 你寸英式的寸法 是錯 我建立一條紅線 所以 這也是人生的智慧 大家要累積一下 譬如 剛才Jazz都說到 電腦世界當中 可能領先位置 就在美國 所以 它發明一些軟件 和你檢查一下 有哪些字對 或錯 又或者句式 有沒有問題 都是用美式的角度 但是我們都聽聽楊鐵梁大法官說 他都說 有時不要糾纏在美式英式那裡 最重要 那個字不是錯 大家就努力學習 而我們一件蛋糕 學英語 都會本注 是純正的英語的角度去出發 大家留意 第三句 和詩有關的慣用語 Close but no cigar Close but no cigar C-L-O-S-E Close comma B-U-T But N-O No C-I-G-A-R Cigar Close but no cigar 接近 但是沒有雪茄 即是說 那個人想 吃煙 吃煙又不好 即是說 傷身 不是喔 這句話好像 就眼看下去 有一點點 我們俗語叫狗不答白 是 但我要講一個故事 有沒有以前去過麗園玩 傑良 我就有去 我相信你沒有去 我也有 你也有 那就好 大家都差不多 有沒有試過玩去一個 扔銀仔 贏香口膠的遊戲 有 即是砌了瓷磚在表面 然後扔銀仔 如果摘中瓷磚 沒有摘戒 在瓷磚中心 那就有香口膠了 其實很多類型的原油會遊戲 有分大中小的獎項 例如我們那些香口膠 就是小二科 但在外國來說 以前的年代 原來他們有時候 還大獎的話 是會贏到雪茄的 所以你扔過一件事 近的了 快要贏了 不過 沒有獎 意思就是說 差一點 就是差一點點 就成功了 原來是這樣 但放豬在現今社會 就代表成功 因為要雪茄都沒用 千萬不要吃煙 不過舉句例子 讓大家學一下這些英文慣用語 哪罰球差一點就中了 That free throw was close but no cigar That free throw was close but no cigar 留意啦 這個字好難讀的 Free throw 一個是F音 一個是TH音 香港人 中國人讀英文TH音 很多時候都讀得不好 他們那個TH會讀了 有時候是S音 所以你聽到台灣人 可能他們說 生日快樂 他們是不懂得讀HAPPY BIRTHDAY 他們會讀了HAPPY BIRTHDAY 另一個 一些笑話 德國人說英文都會有這個問題 例如他想說 我覺得這個字的英文 I THINK 他們會說 我沉啦 I SINK 都是因為TH的音 不靠近他的真實發音 去鬧出的笑話 這裏就說 這個佛球 我們有時街外球 要扔球在牆壁 差點就交中了給自己隊友 不過也沒有中到 嗯 亦都講到 亦有很多德國人 很多其他地方的人 講英文講得很好 不過我們有時候 就講普遍性 還有那個語系 即是原先的語系 有可能影響你學一種外語 譬如我們都講到日本人 學英語 可能只是有某些發音 在他們自己的母語語系當中 未必有那個音 所以發的時候 就會比較難一點 大家可以留意了 已經講到這麼多世界各地的東西 正好了 又開始了 看看今天 Jazz的郵寄 郵寄到哪裏 最重要 我們是 明慧英語 明慧英語郵寄 主持黃明慧 大家好 我是Jazz 記得以前 大學時候 去過德國 那裏 讀一些德文 課程 記得有些同學 香港 一班同學過去 你知道我們香港人 有時候 比較滋滋詐詐詐的 明明 可能在 Cantine的飯堂裏 人家都很安靜 在那裏吃飯 但唯獨是 那班香港人 就吵冤 有一個外國的同學 就 然後 我說 到底 為何這班同學 那麼多嘴 那我就聽到她說 多嘴 原來 不是我們很多時候 港式的英文 就說人 many mouth 嘴 原來 多嘴 我這個外國同學 就教了我們說 你可以說一個人 TALKATIVE T-A-L-K-A-T-I-V-E TALKATIVE 或者 如果這個人 多嘴得來 是喜歡說是非 我們可以說 這個人 She is a big mouth big mouth 大嘴巴 她嘴特別大 就特別多話 可以這樣聯想 big mouth big mouth 神經 他 是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些慣用语是好的我们就多些学习 如果一些攻击人或者说一些不好的说话 我们就尽量知道 但是就不要学或者不要深究了 第四句和诗有关的慣用语 Cool as a cucumb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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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a r c u c u m b e r Cool as a cucumber 像青瓜般清凉 这个真是为什么呢 早前就说青瓜在欧洲那边 有些病症 然后证实了又不是的 现在就说好像青瓜般清凉 是不是面青青 即是害怕的吗 现在吃什么都有病症的啦 全部都有添加剂的 原来青瓜这件事呢 有时候你看到外国的美容雜誌 你会看到它 切了一切一切 用来敷面的嘛 对啦 青瓜在外国人的眼中 是有清凉啊 真正啊 这样的作用 如果说人家很冷静 太然治药呢 我们就会说好像一条青瓜 就会这么冰凉啦 嗯 几有趣哦 好作句句子给大家分享一下先啊 他在公开演说前 还能太然治药 He is as cool as a cucumber before giving a speech in public He is as cool as a cucumber before giving a speech in public 留意啦 speech这个字 s p e e c h 它是解释演讲 我们英语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会有词语的 我们叫做配搭的 给一个演讲词 去讲一个演说 我们通常就会用个give 这个字 g-i-v-e 就跟这个speech字 去配搭的 所以你去做一个演讲 我们就不会叫have a speech 我们会叫give a speech 还有公开 我们会怎么说呢 在公众的地方 人人都见到你的 我们会说in public in public public这个字 是p u b l i c 反正在英文里面 如果会串发一个字尾 有一个c的 我们会加一个 轻轻的k音 一个k 音给它 就是等于音乐 我们会叫music 逻辑这个字 我们会叫logic 这个字公开公众 我们会怎么读呢 没错啦 应该是public 小小k音 就漂亮了 大家要留意啦 说到这位朋友都很聰明 公开演说之前 还可以太言自若 有时我们直播也好 或者是录音节目也好 开麦前一刻 都有一点点紧张 不知道已经做了三集节目的 王明慧 有没有那种感觉呢 我现在就不太紧张 还有其实我平日上课 我基本上天天都要上课 我反而那些开麦 就一点都不紧张啦 嗯 当然啦 那里最多给你 做完视像啊 做完整个层的广播 一二千人 最多啊 但我们现在面对 有可能是七八八万人的 有可能 另外不止 因为我们自从有互联网之后 那些节目就真的无远忽界 你现在讲的 啊真是德国 可能在德国那边 就已经有人说 喂 我们德国人呢 讲英文呢 都很正的 所以刚才我们也有补充的 德国人呢 都会有 讲得好好听英文的朋友 那譬如 好像香港那样都是的 终结梁讲英文呢 哇 差不差 但是Jazz 讲英文呢 就很好啦 对不对 多谢你先 第五句 和C有关的惯用语 Cross someone's fi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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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手指 哇 我们有时呢 给些手指人来看呢 都很多时呢 都会有点误会的 尤其是呢 那些 布章杂志 最喜歡拍攝一些藝人、名人 可能說豎起哪隻手指 就說不禮貌 但現在交叉手指 什麼意思呢?Jazz,先小心一點 首先,傑良,你要跟我做怎樣交叉 我們的食指和中指 前後搭著,好像翹腳一樣 這樣交叉了 即是說中指放在食指上 這樣交叉 好像翹腳一樣 這個交叉其實是一個十字架 十字架有辟邪的作用 這句話原來就是 你有時感覺到有些不好的事情會發生 我們叫求神拜訓,不要啦 意思就是祈求好運 你聽到外國人說Cross your fingers 即是望天打掛 我們希望天讓山路走走 即是因為祈求好運 我看見你很努力地繞著手指 因為剛才Jazz所說的情況 就好像做過十字架手勢 我便想起 通常人們在外國見到吸血殭屍 即是電影 又或者見到鬼鬼怪怪 就會找兩條木條 又或者找兩隻手指 做十字架 擋殺 不過這句話就不是 就是祈求好運 不如作句句子 即是我們祈求雨快停下來 We are crossing our fingers hoping the rain will stop soon We are crossing our fingers hoping the rain will stop soon 這裏Cross fingers 其實已經有祈求好運的意思 那祈求甚麼呢 我們通常以前求雨沒有 但這裏是求雨停 所以這裏我見到我們用了 將來式 We'll stop 還有後面它有個 Soon 這個字 是有快張 快點的意思 例如我們英文有一句 叫做ASAP As soon as possible As soon as possible 都是有盡快的意思 沒有雨 當然要跳球雨舞 但如果雨落得多 就真的希望雨快點停 尤其是有些活動 如果大雨太太要取消 所以這個祈求 都一定的情況很適用 第六句與詩有關的慣用語 Cut mustard Cut mustard Cut Cut T-H-E The M-U-S T-A-R-D Mustard Cut mustard Cut mustard 切開芥末 芥末即是… 我都不知是甚麼 芥末即是甚麼 Mustard即是你去鋸排的時候 見到有一片啡啡的色 辣辣的 通常是在牛扒旁邊 用來蘸餡 很好吃的 即是我們所說的芥末 差不多 對 日本那些是青色的 但外國人磨出來是黃色的 嗯 綠色的 芥末 我們所說的 這些是黃色的 我們所說的芥末 即是平時如果不是 慣常鋸排 因為Jazz是慣常鋸排 我們吃些街邊 豬大腸 都會放些芥末 那切開芥末 又即是為甚麼 原來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吃芥末是一個人間極品 這是比較新的調味 如果你有機會去切開芥末 即是等於你有一個好東西 我們現在即將分享 意思呢 他引聲的意思是 達到目標 那不如說這一句 我不認為我能勝任工作 因為你有如此高的期望 I don't think I can cut the mustard since you have such a high expectation on this job I don't think I can cut the mustard since you have such a high expectation on this job 你對我的期望很高 High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the expectation是名詞 他的動詞是expect 很多時候 我們老闆對員工的期望 都很高 即是 想請你八個小時回來 最好幫我做足二十四個小時 即是不辭老虎 那這裡 太大壓力了 你這麼大的期望 我不覺得我能勝任這個工作 那這裡就說 達不到老闆的期望 so I don't think I can cut the mustard GX老闆就要收到 但我們香港電台 就不會這樣對待黃明慧 不過下次記得 準時出現了 一件蛋糕學英語 今天跟大家說聲 拜拜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